那一天,一人搭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随去了我的天生,家人和流洋 如今,他会在家里降伤 我仿佛落故乡一路的方向 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 我已随去了你的幻想和梦想 江水每夜无意地流过 都仿佛留在我的心上 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 为了我没有首歌的才华 和梦想和梦想和梦想 我必须回去 我必须回去 从敌人的刺刀 要从你回去 帮我大声在你抱枪 放在我身上的地方 对我们四个人唱一个轻拼调 好的 我上第几部 第二部 我不会唱第二部 第二部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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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泪醉也一心装 明花清过两相欢 长歌曲往带笑看 却是春风无险恨 春香一飞翼南山 再唱一个花飞花 花月气 花飞花 无飞舞 夜蓝奈天命运 来旧荣春梦 我多时 世事遭避 我必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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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Q女士 我是在旧书山上买到这本书 那我那时就非常地想要见到你 那今天有这样一个机缘来到贵府来访问 我非常地高兴 可不可以请讲一下当时 或会录制这个的这样的一个缘起吗 因为我是出生在明国十七年 没放在以前我出生了 但是我的名字很奇怪 我名字叫七七 后来到明国二十六年 有抗战发生 就是七七抗战 所以无形中好的 我跟抗战有一点关联 那我很喜欢唱歌 我天赋对歌很敏感 小时候我抗战歌曲很流行 几乎能够听见的我都会唱 而且我都记得 因为那是儿童时期 到少年时期 到青年时期 到很长的一个花年抗战 我学了很多歌 正好是我住小学到中学时代 所记得很多 对我有很深的感情 我会唱的抗战歌曲 可能有两三百首 我闭了眼睛就可以唱 不打嘴儿就可以唱 一直不会忘记 所以我觉得情有故宗 那我就很想把我抗战歌曲 归纳成功一本书 同时刚好在那个时候 七八十年的时候 我一个合唱团 我们团员也要唱这些歌 接着大家的声音 共同做这本书 对我个人是很好的纪念 我想对这个实在的纪念 因为这个事情 应该有更多有些人在做 但是好像没有别人做 我发作了一本有生的书 音乐 抗战音乐的一个专辑 我个人认为是很不容易 我也很喜欢这件事做成功的 谢谢 得到你们的回响 我更感谢 因为我去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买到这CD 我要跟他们说 我要买CD 他们说没有CD 对 这已经不错了 这本书还保持得很完整 很不错 因为这封面做得很好 是 这封面很不酷 对 我在二手店买到的时候 我就很高兴把它带回去 不过自放 对 你三个人很清楚 对对对 那时候我妈妈 还没有中风的时候 我们是一起唱的 对 常常唱哪一首呢 我妈妈喜欢 其实是松花江上 那其实是因为我会唱 然后我带着我妈唱 那其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 因为我不会唱 所以我也没办法带着我妈妈 因为讲松花江上 这首歌呢 是很有名的一首歌 他写他的这个时间呢 还在课课之前 因为日本人亲密我们很早 就是很多同胞 回忆他关外的家 这首歌 当我们小时候唱的时候 一边唱一边哭 是很伤感的一首歌 我平常都不太敢唱 对对对 所以我亲人听不到 我唱 这个跟我妈唱 认为不合适 所以这个歌太 大老年人伤感 对对对 不还好 我妈唱的时候 她就是唱 她没有什么 那我是觉得那个旋律 非常的优美 就是说全中国人 老少都会唱 对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是 也是一个代表作 对 也是一个代表作 是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 那今天非常高兴 你们全家 接受我的这样的一个访问 那我也觉得非常的荣幸 谢谢 那谢谢 那我也看到 你们这个天文之乐的这个情形 就是在台湾很多家庭都非常向往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尤其老年人都非常希望他们的子女可以这样的 我们不像我们家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家里 因为我们家没有DNT 所以我们还是送到养老院 这样 是 今天非常高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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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